中心正在召開記者會 我們帶來看看最新現場 會在3月4號再驗出來養性 所以他到底在 是在 至少在國內目前也沒有什麼感染的疑慮 好 那大家目前有什麼問題 莊副 想請教一下 關於這個波流毒油泡泡的部分 我們現在目前是有怎麼樣討論 是最快有可能3月中會成形嗎 然後另外有沒有討論到說 入境波流或者是從波流回到台灣 會採取怎麼樣的一個檢疫規劃 那專家在討論這個部分有沒有一些的分歧 然後以及這個採檢的費用 未來會不會有些什麼講 謝謝 有關波流的這個部分 我們其實一直都有在討論 那先前我們也有派 黃醫師有去波流那邊有去探勘 那所以也一直都在進行 相關的討論 但是會在這兩三天會再做 最後的一些比較 決定性的討論 所以有關他到底開放的時程 還有一些細節 可能要等這兩三天的討論 才會對外公佈很抱歉 請 謝謝 謝謝 有關波流的總統來這個 我這邊不清楚 可能要問外交部這邊才會知道 那所以我剛才有說過 因為我們這兩天 兩三天會針對這個議題 做比較 詳盡的一個討論 所以目前對於這時程還有細節 都沒有辦法說明 謝謝 繼續追問 就是說以目前來講 我知道有很多細節沒辦法說 但是以旅遊業來講 他們現在其實熱烈討論 包括說班次 還算說每個星期八班相關的 這個目前你們這方面有沒有找過 這當然就是可能是在規劃當中 那所可能的一個方式 那到底會不會做最後最後這樣的一個確認 這就是我剛剛說的 就是這兩天兩三天要開會才能夠做最後確認 是 某方是什麼時候 我知道他們長期有跟我們積極接洽 但是因為其實過去一段時間 有出現上布桃的事件 然後可能有因而不裝作理由因而擱置 那最近有更進一步的接洽是什麼時候 其實一直都有在接洽 那我們會暫停主要 因為是秋冬專案的一個關係到2月28號 那另外因為柏柳其實他們的 在當地的醫療還有採檢檢驗 其實都是由我們的新光醫院這邊在負責資源 所以對於當地的這個狀況 我們也都掌握得非常清楚 所以在雙方面在疫情的資訊都相當的透明 所以並沒有說什麼其他的因素 所造成耽擱 那另外想請教一下這個柏柳當地疫情 他們是過了多久都沒有疫情的狀況嗎 可以請教一下 一直都是沒有疫情 他們一直都沒有疫情 對 那目前因為他們只有開放讓台灣的飛機過去 他所有其他國家都不讓他們過去 所以這個目前就是說 因為台灣的台灣的這個 人民也都還有遊客至少都有做過居家檢疫或隔離的措施才能夠過去 所以他們那邊也都相對的也都很 對我們其實也都非常的知道我們的這個整個疫情也非常的透明 對 劉胖的部分 我們目前有什麼樣的期待 例如說可能 不管是他們人來 他們需要先提供什麼樣的報告 或是說需要可能 先直接入境就可以來完了嗎 那目前我們想定規的話是怎麼樣 其實應該是說有一些方案都在討論 但最後會採什麼樣的方案 就就是還沒有定案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說明 對 政府好想問說 因為像剛剛有提到說 柏柳現在都沒有社區感染等等的疫情嗎 那就有專家認為說那回台之後就不用再採檢了 只要自主管理即可 那指揮中心認為這種做法是可行的嗎 那第二題是說國產疫苗的部分 前幾天部長提到說年長者的收事 收案比較困難 那最近這個各家疫苗也針對這部分做出什麼應變的方案嗎 那緊急授權會怎麼樣來進行 謝謝 有關他回來是不是可以就是說都不用做居家檢疫的部分 這當然也是一個 談的一個部分 只是說就是 最後最後細節到底是要不要再做幾天的居家檢疫 或是不要 這當然都是要評估他的這個一個利弊的得失的部分 或是說有沒有什麼 還有再需要再考慮的因素 那有關這個所謂的這個根據年齡 因為如果我們要做這個臨床試驗 那他年長者他有一個既定的人數需要納入臨床試驗 所以如果說沒有辦法達到的話 那才會說可能會需這個是這個可以先開放以下的這個年齡來做考慮 這當然是要就是說看他最後這個收 就是收案的情形 也許在最近他65歲的 因為大概只有幾百個人 如果可以收到足夠的話 事實上這個也不會有問題 對 就請這個 疫苗公司這邊就是 他們再多努力就是 有一個提問是 據了解蔡政府近期對於國安團隊改組之後 已經指派國安單位著手 進行兩岸複航的可行性評估 那黨政人士也表示說 等待國內施打疫苗覆蓋率要達到一定的比例 就希望藉由恢復小三通作為兩岸破病的第一步 所以想請教疫情指揮中心 那怎麼樣的疫苗覆蓋率的比例 算是比較安全的是百分之五十還是六十 另外是如果這麼一個比例 有沒有推算是什麼時間可以成型 謝謝 我記得上次指揮公司說 好像是60%以上 就是想要說在60%以上才會開始 針對這個富行這邊再做一個討論 那 目前就是說60%以上之後再來討論 好,請 當時交召說昨天指揮官有說 這個357天縮短居檢期 也和當地疫情相關 那這個去年6月的時候有提出這個四級風險評估概念 就是類似解封指數作為標準 那我目前還是以這四個 評估作為四大類的分類標準嗎 那這個檢驗是指入境普篩嗎 四個結封 什麼東西我有點不清楚 就是疫情規模檢驗量能 疫情透明度雙邊互惠 去年6月的時候提出來的這個 那個指的是應該是那個 疫情的等級的 疫情風險等級的部分 有關 目前就是指揮官就是交代要研議的就是 未來如何就是針對其他國家的路徑 到底這個有沒有吃打疫苗跟檢驗的這個部分 那主要是原因就是因為 疫苗它的效力就是打了疫苗之後 它可以 維持多久的效力 目前 還有帶這個文獻 另外到底打了疫苗之後是否可以避免再傳染給別人 這也是一個還未解答的一個問題 另外就是 檢驗的部分也就是說 這個部分也是到底 一些臨床上面的一些證據 我們也還在持續收集 所以有關這個部分當然都還在 還在做後續的一個規劃 那我們也剛剛有看到 看到這個 好像西班牙 葡萄牙他們預計5月要針對 比如說要針對英國旅客如果打疫苗或是檢驗陰性的人 所以目前看起來就是說有這個 不只是看有沒有打疫苗 那另外有的還會再看這個 有沒有做後續的這個檢驗的這個部分 那檢驗到底是要看什麼東西 我們這邊目前都還在做一個進一步的一個規劃 台灣今天新增了兩例境外移入病例 分別是從印度還有菲律賓入境 這是指揮中心帶來的最新